从公元前129年起 汉兄战争改变了前50年间 汉朝遭近30次大规模侵袭 10万汉人被掠走为奴的被动局面 进入互有输赢的相持阶段 此时大汉渴望的 已是一场彻底扭转局势的战略性胜利了 三年后 汉武帝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 公元前126年 九死一生的张谦回国 他没有联络成肉之国 但带回了西域的大量情报 包括地图 此时的匈奴帝国已缠于居中 左右贤王分控两翼的方式 控制整个游牧地区 广袤的西部主体是占据 河西走廊的修除王 魂爷王及各部小王的十万之众 西南部为与匈奴关系密切的亲人 而河西之外 则是被匈奴控制的数十个小国和部落 河西就黄河以期通称为河西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从河西之战的胜利来看 他的意图 河西之战打赢了 夺回了河西走廊 链接了长安 中国当时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经济中心的长安 到西域的这个路线 而且枪足部落 也无法跟匈奴在联手 共犯大汉王朝 这就是汉武帝 打河西走廊的目的 这就是汉武帝